今天家属要分享的热门印度剧集《启尸鬼》 在他的大结局中有一位英国将军 为了殖民印度不惜献祭亲生儿子 召唤来古老邪术 将整个军团变成了神秘的阴兵 故事发生在神秘隧道被打通后的雨夜 柴迁拆出僵尸后 印度特战队节节败退 而穿着英国军装的僵尸则玩起了新花样 朝着避难所的风向敲响了战鼓 四十里外的避难所被感染的阿伟 用最后一丝理智讲出了脑海中凭空多处的记忆 1857年印度爆发独立战争 约翰上校带领的英国殖民军团 被活埋在山间隧道里 绝望之际心狠手辣的上校献祭了亲生儿子 召唤出传说中的邪恶蛮神 让手下重生为左相披靡的饥饿军团 这座山日后也以鹅传鹅变成了馒头山 讲完这段邪义的历史后 阿伟也变成了渴求血肉的怪物 见此情形 花姐就要给她洗上个汽油澡 乃何彪哥又来捣乱 众人只得让阿伟自生自灭 另一边 咖喱叔还在阅读着上校日记 喜爱恶作剧的蛮神 在赐予人类神力的时候 也会把对方永远的困在隧道里 只有献上纯洁的少女 才能够重获自由 原来这就是约翰少校 想要抓小萝莉的原因 咖喱叔顺着日记看下去 发现被囚禁的约翰上校 可以附身他人 被附身者会散直狂跳 满头白发 身体扭曲 这说的不就是杀姐吗 下一秒凭空出现的邪灵 像连体鹰一样 附在了杀姐背后 除了小美 其他人对邪灵是视若无睹 杀姐更是利用指挥官的身份 命令自然哥把小美交出去 熟悉的命令 让自然哥想起了陈年旧事 她在非洲执行秘密任务时 队长杀姐 让她杀了年幼的目击者 于心不忍的男人 违背命令放走了小孩 俗话说 有一就有二 男人本想再怼杀姐一波 未曾想 花姐早就带着小美 留之大吉 满山边野的饥饿大军 已经蜂拥而至 门缝里伸出的鬼手 阻断了花姐的去路 村长拼了老命锁上门之后 赶来救人的阿珍 带着小美 躲进了小黑屋 和女孩母亲的尸体 只有一脸之隔 安顿好小美 避难所保卫站 就要开启 不务正业的彪哥 还想着把村长的尸体 喂给阿伟 便宜的村长 愤怒地翻起白眼 花姐 玄机一刀下去 毫不留情地赶掉丈夫后 女人 规劝彪哥 你这是七行的爱 放过阿伟吧 闻听此言 大彻大悟的彪哥 给了阿伟一个痛快 阿伟死了 就这样 饥饿军团少了一员大将 杀戒的异样 也被手下怀疑 这让约翰上校 再也等不及了 伴随着号角的吹响 成百上千只不死怪物 冲向避难所 生存之战 一触即发 士兵小队 穿上三级甲二级头 冲锋枪持续扫射 手楼弹掀起火光 保卫战正打得激烈 小美的房门 却被父亲敲响 闺女 我有你最爱吃的手抓饭 出来吃啊 食材如命的咖喱叔 想要卖女求容 和约翰上校 谈好了不为人知的 意外交易 身陷鬼附危机的小美 机智地骂走了咖喱叔 但风雨飘摇的避难所 又迎来了饥饿军团的 火枪队 枪林弹雨中 夹缝求生的自然哥 蓬光一扫 在监控中 看到了咖喱叔 反杀了阿珍 将黑压压的怪物 放进了避难所 据点遭到叛徒的破坏 被怪物两面夹击的自然哥 只好逃到小美门前 女孩刚要给救命恩人开门 每一温柔的呼唤 却从里屋飘来 小美 比开门 她是坏人 话音刚落 女人布满血丝的腐烂尸体 从帘子下 爬了出来 吓出了童年阴影的小美 终于把自然哥 放了进来 在乱刀砍死眉衣之后 刚喘口气的自然哥 又收到了 彪哥的求救 可惜她也是 淡尽粮绝 无计可施了 即将团灭之际 狗活到现在的助理 阿三 挺身而出 作为咖喱叔的走狗 她在引爆炸弹后 逃避罪责 甚至将引爆器偷偷塞进了小美的包里 现在醒悟还不算晚 阿三亮出了修理界博士的身份 避难所里的陈年火器 经过她眼花缭乱的摆弄 小黑屋敞开了大门 雾气之中 无数双饥渴的红眼镜 看见了站在大炮旁边的真男人 自然哥 随着引线的点燃 一发轰然巨炮 炸得怪物们断手断脚 解决了死亡危机 自然哥和彪哥顺利会合 现在 幸存者只剩下了 阿三 彪哥 花姐和小美 至于 咖喱叔早就不知所踪了 而沙姐 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幸存者小队装备完毕之后 没爽够的自然哥 立志要干掉约翰上校 便让花姐带领众人 穿过泥泞山路 抵达了破败的尼尔甲村 村中的祭堂 正躺着少女形状的炸药布娃娃 这本是神婆 为约翰上校准备的大礼 却被开山修路的咖喱叔 打断了计划 盯着威力堪比炮弹的布娃娃 自然哥准备离猫换太子 用他来代替小美 巧的是 对讲机突然响起 当地高官要来视察工作 还派出了两个保镖 充当探路小队 不难猜测 两个人就是来送装备的 在不幸被饥饿军团吃干魔镜后 彪哥和花姐顺利捡到了他们的军车 此时何凡 还没发完 出去找物资的阿三 被鬼魅般的沙姐咬断了喉咙 附身沙姐的约翰上校 低声蛊惑自然哥 你是一个兵就得听命令 等彪哥和花姐赶回来 祭堂里只剩下摆脱了上校附身的沙姐 心灰意冷的 阴淡自尽了 而不知所踪的自然哥 则把小美按到了隧道里的神龛之上 旁边的囚笼里正蹲着被怪物抓住的咖喱书 抱着炸弹防身的他 完全不关心女儿的死活 但见匕首 递上了小美光滑的脖梗 约翰上校终于现身 心臭的嘴里 念着灌耳磨音 勾起了孜然哥的痛苦回忆 当年 他并未放跑无辜的目击者 而是听从了沙姐的命令 残忍地射杀了那个小孩 无法原谅的罪行 终于让自然哥醒悟 男人翻手一刀 直接戳爆了约翰上校的眼球 奇迹败坏的陈年老怪物 一口咬上了自然哥的脖萨 同时无数手下冲了出来 把男人啃成了马蜂窝 极度痛苦之中 自然哥瞥见了咖喱书手里的炸弹 随即挣扎着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小美 按下你手里的引爆器 快 话音一落 带孝子小美果断按下按钮 在满天硝烟过后 饥饿军团随着神龛的碎裂 统统变成了垂死的干尸 而幸存的小美 则和彪哥花姐一起 冲出了死亡隧道 逃离了恐怖的满头山 等手机终于有了信号 小美却看见了诡异的新闻报道 印度全国各地都遭到了不明袭击 究竟是谁在攻击这个神奇的国度 约翰上校的日记告诉了小美真正的答案 在最后几页 白纸黑字写的是明明白白 神龛承载着贝塔尔的神力 倘若遭到破坏 在召唤贝塔尔的那个时期 所有死去的人都将其死回生 攻击生者 就在小美细思极恐的时候 千里之外的海岸线上 无数艘挂着米自棋的幽灵船 整成风破浪 失望曾经的殖民地 准备恢复大不列颠的往日荣光 好了 骑尸鬼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近年来 王妃致力于将各国丧尸本土化 拍出来之后 还真的有内味了 比如在王国中 头戴纱帽身披官服的公斗丧尸 比如启尸鬼里的那些宗教元素 和殖民军团 大不列颠的殖民军 以丧尸的形态出现 实则是种批判 英国长达百年的殖民 给印度这个国家留下的阴影 就如同隧道里的怪物 至今阴魂不散 在某些流氓国家 暴力欺压和公平公正 成了双生子 民意和舆论 不过是政客手中的棋子罢了 资本的毛孔里 流着肮脏的血液 污染了所剩无几的净土 无辜的弱者被肆意玩弄 中立的强者被资本死磕 我是霞叔 更精彩的剧集 更深层的点评 尽在下一期视频里 我们不见不散